打赏 哈囉,大家好,我是空姐摸摸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 身為空姐或是弟勤 非常討厭聽到別人說的話 第一個在當空姐期間 非常常聽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是飛什麼航線的啊 可能某些航空公司真的是有分航線 但是據我的認知 我認識還有我周到的朋友 他們有一些是在不同航空公司飛的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在分什么航线 你是飞国际线还是国内线 这个问题真的是听到赖掉 当初我和阿蔡在公司的时候 因为他基本上是按照你持着护照去分 那如果你是拿台湾护照的话 当时我们在那个公司是 中国内地跟俄罗斯不飞 因为可能就是会有一些 签证身份上面的问题会比较敏感或是麻烦 所以这两个航线不会飞 所以其他航线我们都会飞的好吗 没有在分什么国际国内线 另外的听到的就是 当公司好棒啊 是不是很多人追啊 商舱是不是很多客人在你撒讪之类的啊 我就可以一飞冲天马虚辴凤凰这类事情上演啦 没有好吗 我这很不喜欢听到别人就是问这一类 有没有人就是搭讪这一类的故事 这是另外一篇 但是很不喜欢听到别人说 哦你是这个职业 你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 红外期一下男朋友 超过人追啊 还有一点很不喜欢听到别人问的 你买鸡炮有便宜吗 我受不了 让我身体害个白眼 这个也是有分航红公司 有些航红公司真的是 呃 你如果是亲友的话 真的有一个折扣 可能很少啦,可能95折之類的 那有些甚至是沒有 那如果你要說95折的話 其實可能跟旅行社買也差不多 跟旅行社可能也是可以找到不錯的票價 這跟你時間點上有多找跟多買 又有一個差別 票價這一篇又可以另外講一遍 尤其我很常碰到來問的都是那種很多是 其實跟我們不是很熟 就是平常都沒有什麼交集的人 然後某一天突然就來訊息說 欸你現在是不是在那個什麼什麼什麼航空上班啊 那找你買機票是不是有便宜之類的 然後講一個根本不相干 喔我阿姨什麼 我一個什麼朋友的朋友之類要出去 那你是不是可以給一個折扣 我個人遇過最傻眼的就是 除了某一些跟你不熟的人會來問這類的問題之外 我還碰過前男友在分手沒有太久之後 而且是分得不歡而散那種收場 我還好意思說 欸你可以給我那個機票折扣嗎 好公司有的是有給的 有的是沒有給 那我當時那件事有給折扣 他就說 欸你那個公司不是會給你折扣嗎 那我明天之前一定要買票 那再麻煩你給我那個折扣嗎 還給我還給我這個Dayline 我下星期要出差 所以我後天要訂票 那再麻煩你給我那個折扣嗎 明天之前要 Hello你我在幫你上班嗎 行你就是真的覺得 真的很好意思耶 最後明明就是不歡而散 還在那邊就是為了那一點小錢 跟我講說 欸那個你可不可以給我個折扣嗎 我需要 那你公司出差還是公司出錢 你有必要就是還是根本就是要帶點出去玩 現在想起來 反正就是很不開心 我就跟同事講 然後同事跟他說 不要給他這麼幫他 超傻眼的這樣分手 還好意思跟你要折扣嗎 那你最後有給他嗎 然後我就 就人還是犯賤還是給他 就是爛好人 即便是最後不歡而散 就是有一種 覺得有一件事情沒完成的感覺 然後還有人會問說 某某機場 某某機場是不是有那個置物櫃 某某機場是不是有那個 可以買信查的地方是在哪裡 雖然說我們可能就是蠻常非 可是我又不是專門在那個機場裡面的人 我怎麼會每一個場站我都知道 很多人就會問說 欸我要去那個什麼地方 可是我想去市區逛一下 那芭蕾機場有置物櫃嗎 最後一個 最討厭聽到別人問的問題 應該很多人都很討厭聽到別人問這個問題 尤其是空姐或是你要出國的話 第一名就是 請問你可以幫我代購嗎 我覺得代購就算了 我也不是沒有拜託人家代購過 可是我如果錢家代購都是 請好朋友或是自己的家人這樣 比較不會去請一些沒有很熟的朋友 那這些 常常來問一些要代購的 都是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熟的 或是可能朋友的朋友需要之類的 重點是什麼 讓人家討厭的就是 要人家代購 然後都會計較那一點會差 我自己錢人家買東西的話 我一定會多算給人家 是一定會多加一些錢 就是當作代購費給別人 即便對方沒有要求 而且我只會找 而且我只會找熟的朋友買 我覺得不是很熟的話 要人家買一些淋淋口口的東西 就已經有點麻煩 有些人讓我很想念 是他們要你買一些 台灣藥妝店就有賣的東西 然後可能在國外買 也許只是憑一個 40塊或是一兩百塊之類 或是那種很重大容量 比如說化妝水、洗把筋、蜜乳 這些不熟的人 就有帶這種東西 然後還要跟你計較那一點會差 我可能給他看收據 他可能是540塊好了 然後他就會說 可是那個現在的匯率是多少 現在是多少多少 差個零點幾 那可能應該是503塊之類的吧 就是 或是他會給你剛好的整數 這樣我最討厭最討厭 當空姐 最討厭 不熟的人來要代購人 叫你買一些很重的東西 或是台灣明明就有 就差那麼幾十塊 然後最後還要跟人家計像那種 會差 你知道這種人是很討厭嗎 這種人如果覺得很 除了很好意思 很厚臉皮 然後又貪小屁 什麼?你可不可以再說大聲一點啊? 你中午該不會要去買二公司 你可以到處試吃人 不要把它被剩掉吧 基本上 是不太會當我的朋友 就是 一定要這麼精進的技巧 然後很好意思的麻煩 還有一點呢 就是 空姐跟地勤我都當過 這件事情非常能夠提任 一個問題 我也很討厭 某一次有在同事 結果車子壞 然後只好去修車 老闆就說 你是空姐嗎? 感覺是會不會多框幾千塊 如果說是的話 如果有一兩次就是下班比較趕 沒有換衣服 他都穿著制服 然後就可能直接去買咖啡 或是買東西之類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哇你是空姐嗎? 如果你說是的話以前還在飛 哇 立卡高的巴多你是空姐 好厲害喔 然後如果他們聽到說 你現在不是 如果說穿這個制服 喔你是空姐嗎? 喔不是 喔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還是我們就是同一個人長的樣子 也是一樣穿的制服 也是一樣的好嗎?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上就是身為空姐 或是自己很不喜歡 聽到別人問的問題 所以拜託 如果你會問這些問題 或是你是哪種會叫人家代購 然後計較那點會差 還不多給別人一點點錢的話 即便別人沒有要我覺得基本好嗎? 拜託不要再這樣做了好嗎?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打開小鈴鐺 接收新影片的通知 追蹤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